作为BMW品牌第六款国产车型,全新BMW X3于今年北京车展上发布亮相,随后也公布了厂商建议零售价, 四款车型的售价区间,为39.98到58.58万元,整体售价大幅度下调,今晚,全新BMW X3强在奥迪Q5L前先一步上市,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,同时丰富消费者的选择,本次上市的车型,预计将多于四款,但是其售价有望保持在39.98万元不变, 全BMW X3前脸采用面积更宽大的镀铬双肾式进气格栅,而两侧的六边形自适应LED大灯,不再与双肾形炸相连,整体视觉效果更具立体感,下方保险杆采用较为运动化的设计, 两侧度各式条上方,带有扁平LED雾灯,并被一圈黑色施板包裹,使整个车头外观看上去更加威猛,运动,车身在运动和豪华间达成了很好的平衡, 车侧采用全新设计的不规则六边形轮拱,鲨鱼塞设计跟贯穿式水平腰线的运用, 配备19英寸轮网,突出了越野性能,尾部造型及负层次感,3D立体式悬浮LED背灯拥有复杂的制造工艺,将空动力学和美观度给予一体,增添尾部运动气息, 新车采用五位智能人机交互系统,其中包括10.25英寸,中央触控液晶显视频, H-Drive系统,热敏按键,手势控制,自然语音识别系统,还搭载全彩平式显示系统, 加12.3英寸TFT宝抹晶体管液晶显示器,LCD液晶数字仪表盘,科技感十足, 此外,还提供BMW智能驾驶系统,进一步保证行车安全, 最后,全新BMW X3将搭载B48型2.0T发动机, 最大输出功率根据车型的不同,分别为184马力和252马力, 峰值扭矩分别为270牛米和350牛米, 而高低功率发动机的百公里油耗分别为7.9升、8升, 兼具了动力和油耗,而Storice区系统的配备, 能让车辆具有全天候全路况的性能,操控性更强, 新车有了非常明显的产品力进步, 整体无论是产品力还是价格方面, 新宝马X3都具有很大优势, 期待今天上市。